各位粉丝 沈大哥在开始之前先说几句话 因为上个星期播出了毅康 收视率也挺好 但有些粉丝提出一些意见 还有我的朋友也提我 意思是说我将毅康和罗启磊作个比较 说我似乎是踩低了罗启磊 其实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有些人以为我和罗启磊有仇 第一我和罗启磊是朋友 但我们不是走得那么近的朋友 第二他对我很尊重 叫我阿哥因为我年纪比他大 他太太张婉庭 我们曾经在大约十年前 我们在上海建国一起参加 这个香港电影节是好朋友 那我怎会和他有手呢 果然不是撇低他 我就是丐探说这个世界 那些人就是很分清楚 即是哪个名其大 他们有窩蜂 就是我丐探就不是 黑热昌和罗启磊和毅康比较 而大哥的人都不会和人比较 罗启磊也不会的 那些启磊的粉丝 就多了心 以为沈大哥去踩一下罗启磊 那真是天荒野谈 沈大哥的作风 绝对不会做这些事 知道吗 启磊有他的成就 魏康有他的成就 只不过我和魏康 几十年朋友和启磊 他相识不大 就是我绝对 哎呀 你看 那些人 那个罗启磊 都去了大哥那里 就除非他踩下有罗启磊 知道吗 所以千万不要多心 因为我都发觉 现在香港很粗 有些蛛丝马迹 那些人想起来 不再做一遍 如果沈西成 沈大哥这种人 都不会有那么多朋友 跟我来往 对不对 我说不会有些事 如果我是 那些说话表达不好 令到罗启磊 那些粉丝不会 在那里说一声不好意思 沈大哥没有这些心事的 今天呢 我的老朋友 莫公子说 换个方式 他来访问一下我 他问我 答更好 我不用这么浪费 那么多气 好啊 莫公子 你先说 你先问我 因为呢 为什么呢 上次听你说魏康 可能刚刚他离空了 沈大哥 那个情绪 都很激动 但是呢 听了之后 都还有一些 以由未尽 嗯 我相信呢 很多听众都想 比较立体一些 知道这个 就是除了他写的东西 我们知道 很清楚 维斯理 很清楚 袁振合 很清楚 但是 制造他出来的那个人 那个作者 就是人很有趣的 是有些八卦的 那个人究竟是怎样的呢 嗯 嗯 所以大哥 你和毅康 又认识了很多年 最有趣的是 大哥 你和毅大哥的年纪 其实都相差很远的 不差 不差 12年 是啊 不差12年 没有 我和他之间 就没有什么隔膜的 是 但是32年 有没有 但是属于 男人和女人隔12年 可能有隔膜 男人和男人 生了12年 就不会有隔膜 是为什麽呢 其实第一 最主要呢 就是 继先生的性格 和我的性格 是比较前进的 一来是同乡 上海话 二来的性格相近 他对我的性格很了解 他曾经在一本书那里 收到他眼中的很多人物 其中一段是说到沈世成 他说我最大的优点 不会和他相争 就是我不会说 和他差刻意地夺取 他比较上 就是会看得开 是我 我不是我 他不会强求 所以他说 小叶这个人 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不强求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又看到 他观察的东西 很实力 很仔细 很准确 他说 小叶就是沈世成 最大的优点 他不强求 那是 我说不强求 到现状我都不强求 人家 给你便给你 不给你强求 都没用 大哥 其实这件缘分是怎样开始的呢 很简单的 在1970年的时候 因为呢 我就跟随 我恩施 中平先生 我叫中白 中平白呢 就是当时左派报纸的征报的读人 社长老总呢 就是陈夏子 他们两个人合作 他们两个人合作 《征报》呢 其实呢 就是左派的外围报纸 那时候呢 正统呢 就是文汇大公 香港《征报》呢 《征报》呢 《征报》呢 就是 就是说 你们可以做 将外面外线的左派报纸 活潑一些 灵活一些 所以呢 《征报》呢 《征报》呢 是灵活的 《征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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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征报》呢 的《征报》呢 被誉为当年呢 《征报》呢 的第一笔 就是《征报》呢 就是《征报》呢 那呢 《征报》呢 《征报》呢 就是《征报》呢 那我怎会认识他呢 最主要他的儿子 是《征报》呢 和我是新法时候的同学 和呢 我又住在黎池 他们住在黎池后面 那条马路叫分离道 现在还有的 所以呢 整天来往 那 就通过 《征报》呢 就认识了 《征报》呢 就认识了 我这个儿子呢 喜欢写作 有时读过喝茶的 在北角啊 有喝茶 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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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报》 就知道我喜欢写稿 就介绍我去写 我介绍了 我们《新女性》 雜誌写作 《新女性》呢 那个 是一个医生开的 叫做黄敏卓医生 她的女儿呢 就叫做黄錦 做过女明星的 那 新女性呢 还可以写小说 写责文 那我又有去写 也有灯 那就开始 人家搭进去 文化圈 新闻圈 之后呢 中霸经常带着我 介绍很多那些 人我认识 包括可建章 唐碧邨 又有延兴树 就是远朗 左右 都介绍我认识 那时候呢 我爸爸妈妈的死党 又可以说是我爸爸的伙计 王瑞凌先生 就 回来澳洲 王宽诚先生 请他回来 王宽诚那时候 是香港第一首富 声名地位呢 在这个李嘉诚之上 他是北国的大地主 新都城大厦 明远 全部是他的 那他就请皇上回来 因为新都城大 起完之后 下面呢 有两层楼呢 面积很大 想做酒楼 他看中了王瑞凌 这个是酒楼业的前辈 他以前呢 就是我父亲 郡华酒楼那里 做总经理的 周末呢 他就离开了 去藏颅都城 跟着就移民 这个 澳洲 回来呢 就搞这个新都城酒楼 夜中会 他当然是出任了老总 那其实资本就是王宽诚先生 给的 那钟霸跟我说 他说 关琪他叫我关琪 他说关琪 你听闻呢 你父亲 跟王瑞凌先生很相熟 不是我都相熟 我父亲 他经常都吃叉烧包 经常都跟他聊天 他很过瘾 他会说上海话 广东人 很帅 他说你可不可以问一下他呢 他要发广告 那时候没有什么广告公司 发广告呢 就通过报纸去发审稿 那些 他发广告 他说要我们拿来做 那我就去找Uncle王 和他说 他说你小子 你父亲 我老板 他没所谓 不可以被人做 那我介绍 他就拿了一些广告来做 和他发广告 和他发消息 那些闪稿 那新都城 现在筹备成什么 最大的面积 又慢慢 好了 开幕之前 有试菜 试菜 试菜 有黄瑞伦和我说的 世侄 我们试菜 他说想请香港的文化界 新闻界 一些巨子 名作家来试菜 我当然没有力 那我和中伯说 中伯都说 要横观 中左中的 出名的巨头 来主持歧视才行 是不是 我说谁 今天《华侨日报》 《老中》 何建章 他出名 左右都给面子 他带我去 一些《荷里活道》 何老中 有所谓 中平我和他死了 那张帖 就签 《何建章》 有这个堕囊 到时 那晚市场 真是全港的新闻界 作家 巨截 全部到 包括 没有男人主 何老大 是 鄭玉朗 河碧村 湯 先生 全部到 你数得出 聖岛 工商 华权 那些老中 全部到 左派又少了些人 所以 藝库 作家 魏康 金融 方龙商 全部到 去到 我最喜欢 看金融 武俠小船 和 旅客 河河 木蘭花 我和 和 和 方龙商 同职 那天 大家上海人 他说 我哥 魏康 在哪里 那里 我介绍 我认识 我认识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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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见 那 走到他桌 那里 他说 这个就是魏康 这个魏康先生 香港的大作家 那 见面 这个就是 涅先生 那魏 我看我 那弟弟 我说 小叶 这个小叶 叫了几十年 不过叫小叶 从来 不会叫我做 沈西成 那时候 我认识 上叶 我哥 我说魏先生 叫我 他说 你上海人 我说 那我跟他说 我说魏康 我不是叫魏大哥 我一向叫魏康兄 魏康兄 我说 你知不知道 很巧合 你登在申报那段 呂 黑毛蓝花 很多那时候 我来打暑期 我跟他交对 他说 神交以求 就是这样 认识魏康 他说 开席 他说 在桌面拿一张纸 写了他住的家的地址 同罗湾巴达新街 海威大校二楼B座 有空到我家 你看 handc hakk 跟她打 Job 我下个星期 打电话给他接 我说是魏康兄 我是塞 我跟你说 他相信 我想在家有空 明天来 又像想走到内 便拾了魏康 就是 Brown 听些人说 毅康家里很多东西玩 很多材多毅 他什么都研究 是否真的这样 是什么都研究 那时候他研究背壳 研究鱼和Hiva这三样东西 喜欢摄影 有些漂亮的相机 他研究这样东西 家里他介绍给我看 去到就走过胜之勃勃 说背壳 我见到几片壳有什么好看 我没什么喝 不好意思打断他 知道他喜欢喝酒 我大哥毅康熙 我口渴有什么 他说这个时候不要喝汽水 不要不如喝酒好吗 拿了一瓶南带来两分喝 不讲杯 就谈其他东西 这样展开和他的相识 1970年 我还没去日本 那时候他已经很红了 最著名的小说 当然了 《女黑无蓝花》 就有为师利了 反而那天我见到金融 只是点码头 没什么谈 因为金融不太喜欢说话 当然没有魏康 这么过瘾了 我和他的相识 有意思是从这里开始的 就是说魏大哥 那就是说魏大哥 其实是喝了酒之前 和之后都是多话说 是吗 是 他和我一场 开龙雀 因为这样 他感觉有几样 有时候告诉他 第一 你有这么多话说 他是喜欢说话 第二 他就觉得这个弟弟都挺精灵 还有说写作他喜欢 还有他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化 他说什么呢 他也有涉猎 又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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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就是性格非常相似 都喜欢说话 反应很快 同样喜欢喝酒 但是我的酒量没有他这么猛 至低限度两个人可以谈 还有通过有时和他谈 就发觉我接到一些东西 就是等于邓记臣 接到新马仔的东西 你眼一睛 我就知道魏康想怎样 整整一下变成一个默契 就变成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这样 就是说缘分的 那这段缘分 一不小心 又几十年了 几十年行得最密 就是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 初过十几年间 就结得比较多 之后因为种种的原因 就少 还有他去了 九年里他去了移民 回来之后 就变成一个人 虽然幽默如故 讲话一样像机关枪 但是整个人的性格变成了 那个艺康就变成了一个 反扑归珍的老頑童 是一个爱妻家 甚至是怕妻家 就跟以前豪慌 豪慢 北区小智的作风 已经有极大的改变 因此我亦很少见到他 后来就知道他家里的电话 就是他的电话 我又打电话给他 不过我没什么跟他说 我又跟他聊天 保持恋爱 就见不到他 他回来 我只见过他两次而已 电话都很久不通通 因为很关系他 他不知怎样 那就很少出来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大哥 我又想问一问你 因为之前我看一些 有些文章写 就说毅康除了写小说之外 他也有写一些政论 有写一些习文那些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只是见到他的小说 大约见不到他的那些 政论和习文出单行本呢 习文又出 北记的信心中的信 那是习文 那政论是沙翁 也好像出过一下的 沙翁就写什么呢 就写政论 最初用依旗的名 依附其他的旗呢 就是《真报》那里 专批评共产党 叫依旗 他有写 但是呢 当然呢 所有他写的 包括习文章小说呢 都不及得 维斯利 他不永写的维斯利 这个是真 所以说呢 现在人家注意他那些 政论呢 都是他讲的而已 他写的政治文章呢 就不是太多人提到 这个是真 他因为呢 凡真你写这么多东西 最出色的那些东西呢 当然是得到人家最大的注重了嘛 那魏康呢 知这么大名气 第一就是维斯利 第二呢 他的性格 就是他的风骨 那这两样东西呢 造就了得到的奇才魏康呢 带大哥啊 他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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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经有段时间 在作协那里是做主席的 那他对于推广这个香港的文化活动 都做很多东西的 是吗 你也傻傻的 你这么说 对大哥完全不了解 包括很多人 对魏康的性格不了解 他怎么会做 去推动文化的呢 他自在呢 是呀 大家嘻嘻嘻嘻 吃点饭 打起来玩一下而已 他比较多一点 是联谊会 绝对没有这些红心壮志 说什么起来 推广的文化 你跟他说 他哈哈三圣少 你傻傻的 文乐推得到的吗 即是你们这么说 根本对大哥不了解 那我不敢说 我全部了解魏康 但是起码有七百成 知道吗 如果你和魏康呢 为了作业 他推动文化呢 他听到 如果现在听到少理了 我怎么会做这些事呢 他就告诉你 这些呢 白上白上的上 白上白上的 玩一下嘛 乱意嘛 星期六见到吃假饭 打起来吹吹喝酒嘛 推动什么文化这么大 任务这么具具大意义呢 就非我们还动外星人的 危抗这个所好 知道吗 他没有推动到任何文化活动 甚至叫你不要 但是吃点东西嘛 搞这么多文化文化 干什么呀 我们拘心啊 喝酒吧 傻的 他骂你嘛 好吧 一会儿再说 一会儿再说